女星李怡景 吴怡景消失在荧光幕前 在现身已成了人妻人母 她17岁出道 以空灵又气质的高颜值 备受瞩目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 如果自己 不要这么敏感 不要这么 我应该要对我妈妈更多的体谅 事隔多年之后 李怡景终于有勇气 对妈妈说出这番话 因为从小到大 父母的关系 她都看在眼里 我妈妈她是在菜市场卖衣服的 她就是照顾小孩 然后帮老公还债 然后每天搭三点半这样子 然后好像有一段时间是 我爸爸开始做生意 他不赌博了 然后他开始卖皮贱 但谁也没想到 爸爸生意失败之后 又沉迷赌博 17岁那年爸妈离婚了 李怡景为了帮忙分担家计 无意间踏上星途 因为我从小并没有明星梦 我一开始 十七八岁的时候是当模特儿 我纯粹就是为了赚钱 观点啊 就算那个老婆 我也可以好感动 拍了两个广告 然后被找去演戏 然后也不知道演戏是什么 反正我就背熟了 我要接什么 我不要忘记 就不要落词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杰铃还需系铃人 我这么做 是为了公司 也是为了你 你们男人就这么知道 你们终究只有自己的世界 从模特儿拍广告 甚至跨足到戏剧圈 而他养的狗狗卡布 大家一看到他 就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他就是 知名狗饲料 稀杀广告的狗明星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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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琪 马给我闪快点 叮 很多人认得出来 她是电视上的女生 对 但是他们在问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很骄傲地说 对 就是她 后来李怡景还成为一片歌手 反正反正带回来 把你的爱却不带回来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打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